大闹天宫的孙悟空 谁都知道这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主 唐僧一个手无寸铁之力的凡人 又如何拿捏得了的 所以观音送给唐僧三件礼物 一领年不值得 一顶欠金花帽 最关键的则是第三样 那便是一片众儿 换作定心真言 又名作锦箍儿咒 这便是佛界赐给唐僧的一件王牌 孙悟空纵然本事再大 你一念这咒儿 他便会头痛 自然也就服从了 周星驰孙悟空 唐僧虽然念经 把猴子给制服了 但猴子要真有心害的 寻个打瞌睡没防备的时刻 抛个金箍棒出来 便能把这和尚给打没了 可是为什么悟空没有那么做呢 唐僧早已说出了真相 观音孙悟空 孙悟空料定 是观音给了唐僧宝物 于是猴子便扬言要上南海打观音 自然 这也只是说出而已 唐僧说明白了 这咒本身就是他教过的 他又如何会不知 你还犯傻 自个送上门去 到了会他念将起来 你这猴子还能活得了吗 这话就点中了猴子的明白了 为什么这么说 会念锦箍咒的可不是唐僧一人 你把唐僧害了 到时候观音姐姐来找你算账 一顿锦箍乱念 你猴子可就惨弱 所以孙悟空只能老老实实 安安稳稳地扶持唐僧去西天 帮他一路打怪 千万不能有怨言 要不然准没你的好 当然观音也做到了唐僧两手抓 一手抓住唐僧 给他锦箍咒 小唐你好好念 猴子听你的 另一手则是抓孙猴子 猴子你好好干 唐僧有难 我们都帮你 如此一来 大小都安排妥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